我們今天要專門介紹一個人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集合論事件 但是這個集合論事件有點不一樣 跟我們上次所看到的集合論有點不一樣 可是又有點一樣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羅素的集合悖論之類的東西 這個contour其實在羅素 可能跟羅素同時代 但是羅素活得比較久 那contour活得比較短一點 可是它會比羅素還要更早一點 集合論我們之前看很基礎的東西 如果上禮拜有來聽的同學你會發現 我們把整個數學所有的領域代數幾何分析 全部都看過一遍 那全部看過一遍 但是接下來就是先講基礎 再講代數 再講幾何再講分析這些 一個領域一個領域慢慢的深入 那基礎裡面就包含了集合 還有什麼 函數 還有什麼 關係 還有什麼 邏輯 證明 集合函數 關係 邏輯 證明 這是數學的基礎 你說 為什麼這叫數學基礎 數學一定 只要有N個東西以上就是一個集合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東西 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逃脫這個描述 那除非你就只研究一個東西 那就不是集合 一個東西 而且不能分 可不可以跟點一樣 你專門研究一個點 太奇怪了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你都會有個集合 那接下來呢 有了集合 那你想把集合從這個變成另外一個 對應到另外一個 那就會有函數 那有了函數之後 如果沒有辦法一對一 那就是關係 那如果今天呢 你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數學就得要告訴我一個很確定的東西 所以你得證明 那證明 證明之後就會得到定理 那數學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定理的世界 那集合論是 所有數學裡面應該算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一個籃子裡面放一堆東西 這每一個東西呢 我可以在籃子裡面找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找到就是有 找不到就是沒有 不能說因為那個東西藏住的時候有沒找到 沒有這件事 只要有一定會找得到 那這種就是集合論 那像371 371 這是一個集合 那3就是A的元素 5就不是A的元素 OK 那這些集合我們可以進行連集交集插集 這種就不用再重講 各位應該都很清楚 學數學學這麼久了 這些完全不清楚的話是太奇怪的一件事 那就 這個有一種文式圖 就是在講這件事 文式圖 畫兩個圈圈中間有一個交集的文式圖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寫程式的人都很窄 但是我去看數學史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數學家 其實他們也很窄 而且我們都還算是比較正常 那些數學家很多都很怪 那怎麼樣怪呢 集合論裡面 像羅素 其實羅素算是還蠻正常的數學家 所以很奇怪 很特別的是 他好像沒得很多數學獎 但是他反而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會寫文章的人應該不會特別怪到哪裡去 對不對 那 我那天在看Count2 我就覺得 對 真的 這個 這個 數學家不是一般人可以當的 你如果要當數學家的話 會 不見得是好事 那我們要看的是 Count2這個人 其實 這個人看起來 其實我怎麼覺得很變熟 可是 那 他的名字很長 很長 那俄國人 他爸爸是丹麥商人 媽媽是俄國音樂家 1845年出生 所以他應該比羅素早出生 羅素大概 羅素一直活到很久 我到二次大戰的時候 明像中 而且羅素很多歲 九十幾歲 康托爾 在康托爾 這個我們翻成中文叫康托爾 但是我還是唸康托爾 那他在柏林大學的時候 他有一個數學老師叫做 魏爾斯特拉斯 那這個 魏爾斯特拉斯是誰 你們上過維基分 其實應該會學過極限 但是 其實我們上數學的時候 老師幾乎都不講數學史 可是其實數學史 我覺得 如果你學數學 你就應該去學數學史 如果你學物理 你應該去看物理史 那如果你覺得整個科學都很有興趣 你應該去看科學史 那 他裡面其實會有很多很多 我覺得 你看完之後 你對你學那一門科目 會很有幫助 他會整個活起來 不像我們就是學 學維基分這樣子 會覺得很無聊 那你當你看了 維基分發展的歷史 你會發現 維基分並沒有那麼無聊 而且他其實蠻有意思的 好 那魏爾斯特拉斯呢 他 就 就 是這個東西的發明 他其實很晚 他比牛頓來布林之晚很多 還了一百多年的樣子 他發展出這個東西 什麼叫極限 所謂的極限 你們有上這個吧 所謂的任意接近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ε 什麼叫delta 那 對於任何的ε 都存在一個delta 使得他滿足這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Fs-b會小於ε 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有看過這個 這個就是 維基分析特拉斯搞出來的 那你會覺得 好 那維基分析特拉斯搞出這個東西 那牛頓和萊布尼茲沒有嗎 答案是 確實沒有 那 維基分析特拉斯 1815年生 1897年生 81歲 他還算蠻長壽的 那 他為什麼會搞出這個東西 答案其實不難 因為牛頓和萊布尼茲他們沒有搞出這個東西啊 那 所以他們既然沒有搞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要講無限小 講極限 他們怎麼講 那 牛頓版的無限小 他叫做劉樹樹 Method of the Fluctions 劉樹樹 那 牛頓在劉樹樹裡面就說 是為了去了解這個量的筆值 並不是在他們消失之前 也不是在他們消失之後 而是在他們消失之刹那的那個筆值 其實他已經描述很好了 你不覺得嗎 他其實已經描述很好 可是 他用的是自然語言 那 人家說 難道你的數學是建構在一個自然語言的定義上面 到底是什麼 然後萊布尼茲呢 更慘 開始 胡言亂 他將是充分條件 當我們談極無窮小量 我們既了解這個量 嗯 相當小 即使任何人想 將無窮小 視為終極之事物 他是可以辦到的 這時候 我覺得就有點心虛 到底要怎麼辦到 即使他認為這種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仍是足夠單純的可以用來做計算的工具 如同數學家保留虛根 而獲得極大的用處 到底在想要表達什麼事情呢 其實我可以理解他想要表達什麼事情 可是 這種東西可以拿來當定義嗎 很難對不對 實在是 很難用這種東西當定義 所以就有一個伯克來指教 還跳出來 那這些流數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是漸漸消失的無窮小增量 那麼這些漸漸消失的無窮小增量 到底又是什麼呢 他們既不是有限量 也不是無窮小量 更非空無一物 那我們可不可以稱他為失去量的鬼魂呢 這個伯克來就達到重點 牛頓和萊布里茲都搞不清楚 那個柯西就跑出來了 柯西 上禮拜我們有提到柯西對不對 有印象嗎 柯西宿殿 柯西不等式 柯西有不等式 其實一個數學家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貢獻 那其中像柯西不等式 但是我們上禮拜提到那個是柯西宿列 柯西宿列用來幹嘛呢 用來 定義 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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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 的體 柯西 用它來定義十數體 他用來定義什麼呢 因為十數沒有bomb 沒有細縫 那誰有細縫 整數有細縫 可是比整數更大的一個集合物 也有細縫 那個叫柯西宿 柯西宿 柯西宿看起來沒有縫 其實 看起來好像沒有 因為 你總是可以在兩個柯西宿之間 再插入一個柯西宿 它其實是無窮密 但是無窮密 密到什麼程度呢 你沒有辦法說 說OK 它真的很密 因為 它總是可以插進去 但是你又覺得它很鬆 因為 它中間似乎 感覺 就有一些東西 可以用十數把它補起來 像無理數 譬如說根號2 那根號2就明明就不是一個 可以寫成比例的東西 所以它不是有理數 那這個 就我們之前講過 在那個希臘時代 就有人因為 根號2被丟到海裡 那就是那件事情 那所以 有一些無理數是存在的 可是在 微積分之前 大家會覺得說 好不好 你能夠舉出來的無理數 不就是 什麼根號2 根號3 這種東西的 然後再舉出來 你就會發現說 最多你可以舉出p 你可以舉出1 還有什麼 發現沒有多少無理數啊 無理數其實是很少 OK 那 可是呢 接下來就不一樣 等到微積分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 那個序列 一個序列 它會收斂 如果它的收斂值呢 不在這個 這個體裡面 那 那 像有理數它的收斂值 很可能就不在有理數裡面 那可是呢 十數它的收斂值一定在十數裡面 這就是十數和有理數之間的差別 所以柯西就定義了這件事情 什麼是十數 十數是一種緊密的數 怎麼樣定義緊密 這件事情 就是 所有的柯西序列 通通都 所收斂到的那個點 也在十數裡面 這樣它才會形成一個比有理數更大的 素體叫十數 那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柯西庶列 那最後這樣一個庶列呢 它會 收斂到一個點的時候 那個點也必須在這個 十數裡面 這樣所形成的那個數體叫十數 問題是 柯西其實已經變得越來越數學了 那可是 可是 因為剛剛那段話其實還不是很數學 當然柯西後來會有更數學的定義 可是 這時候呢 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你會覺得 伯克萊主教的消失幽靈好像還存在 你沒有辦法 很好的 去反駁伯伯克萊主教的話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威爾斯特拉斯就出來 極限就是 這樣 對於 所謂的 Fs的極限 在 Fs在 A的極限是 B 那 它的意思呢 是說 對於 任何的 ε大於0 都存在一個 Δ大於0 使得 0 S-A絕對值 小於Δ的情況之下 會滿足 Fs-B的絕對值 小於Fs 這時候 你會發現說 你其實可以把那些自然語言幾乎都拿掉 然後呢 我們還是可以了解它到底在幹嘛 OK 那 這就變成一個比較嚴格的數學定義 雖然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還是得借助某些自然語言 來描述 更是 它基本上 你要把它寫成 純粹邏輯式 是可行的 你要把它寫成 純粹邏輯式 不要用自然語言 是可行的 好 那 伯克萊主教 就說 欸 維爾斯特拉什麼的 你說的那個數學 我聽不太懂 那 講清楚一點 那 維爾斯特拉是說 你 數學沒學好 回家學一學好 所以就完勝伯克萊主教 對不對 所以 維基分 從 威爾斯特拉斯之後 才開始有嚴格的數學基礎 這 距離牛頓多少年了 你看 威爾斯特拉斯的 出生日期就會知道 威爾斯特拉斯 欸 欸 跳過了 欸 這裡沒有顯年 剛剛的應該有 他應該是 我剛看到 1845年 對不對 出生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 欸 那個是 威爾斯特拉斯還是 那個 康兔 好 所以呢 微積分開始就 有了所謂的 嚴格的數學基礎 但是這個基礎呢 其實是 對於以前的數學家也會覺得 無窮小真的很麻煩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到底 無窮小是什麼東西 很明確的告訴我 無窮小是什麼東西 如果我 一個1 好 那我可以承認這個 1是個東西 2是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有直覺的概念 可以對應到一個蘋果 兩個蘋果 對 小學就是這樣教的 對 然後呢 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1獨立於蘋果 1也獨立於橘子 1就是個1 好 這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你現在搞 搞出一個無窮小 告訴我們說 OK 無窮小這個東西 是 你必須要接受 因為我們的 極限 的概念是 存在一種數 大於0之類的 但這個數可以 可以 可以很小 小到什麼程度呢 任理小 你隨便說一個數 我都可以比它小 所以無窮小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記得我們之前 高中課本的時候 對於無窮小 它其實是不會定義 它會怎麼講 它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所謂的無窮小 就是你說個數字 0.0001 0.0001 那我就說 比它小十分之一 再說一個數字 0.0001 我說 再比它小十分之一 那所謂無窮小 就是我永遠都可以比你小的意思 所以無窮小不是個數字 它是個辯證 也就是說不管你怎麼想 我都可以比你小 這種就變無窮小 那把無窮小 Epsilon 代表無窮小 取反過來 Epsilon E over Epsilon 那就變成是無窮大 可是這種無窮大呢 也很怪 當你一討論到無窮小或無窮大的時候 都很容易讓人家 精神錯亂 那康兔爾他那時候在國零大學 的學生 他像為了斯特拉斯學數學 然後呢 他像集合的元素 如果有無限多個 那我們那些集合論壇有沒有辦法用 交集 連集 插集 那大小 這個集合到底有幾個 無限多個 那我知道說它是無限多個 那問題是所有的無限多個都一樣多嗎 那他的老師就是為了斯特拉斯搞出了Epsilon和Delta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如果用無限大集合會搞出什麼 所以康兔爾就開始搞無限大集合的集合論 好 對於有限集合我們 都知道 你只要數一數就知道集合的大小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一對一對應起來 跟自然數 看他對到第幾個自然數 他就是幾 這樣應該OK 那如果對於無窮集合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嗎 康兔爾說 不管 反正我們就這樣做 看看會有什麼結果 再說 說自然數N和偶數可以一對一對應 對不對 我只要把自然數的I乘以2變成2I 他永遠都是偶數 而且沒有任何一個漏掉 沒有任何一個漏掉 也沒有多出來 所以 只要乘以2 他就是偶數了 所以他完全一對一對應 那所以這時候我 我會說 那自然數跟偶數一樣多 你可以同意嗎 自然數跟偶數一樣多 所以他們有同樣的基數 這個基數我們叫他N0 這裏其實很難同意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難同意 但是 康兔爾的公理變成什麼 如果集合論弄個公理的話 那康兔爾的公理是什麼 如果除了一般的交集連擊插擊的定義之外 他的公理就是 只要一對一對應 他就具有相同的基數 不管他是不是五線 這就是康兔爾的公理 只要把這一條納入公理系統 那我們就可以用來推論 那既然他是公理 我就不用去質疑他到底對不對 公理是不需要被質疑的 你只要沒有矛盾就行 那整數集合Z的基數跟自然數誰比較大 照理講整數應該比自然數大吧 因為整數有自然數有1 2 3 4 5 那整數還有0負1負2負3負4負5 整數應該比自然數大 康兔爾說其實他們一樣大 為什麼呢 1 2 3 4 5 6 7 我可以這樣對 0 1 不1 2 不2 3 不3 一直對上去 有沒有漏掉 沒漏掉任何一個 有沒有重複 也沒有重複 所以自然數和整數一樣大 更明確的說應該說他們的基數一樣 好 看起來好像有道理 看起來好像有道理 因為所謂的道理是從 1對1對應 只要能做到 那基數就一樣這條公理 那這樣的話 那有理數Q 可以對上嗎 有理數Q跟自然數誰比較大 有理數就是可以寫成分數的那個東西 叫做有理數 P分之Q的那種東西 有理數 那有理數應該比 應該沒辦法對到自然數吧 應該比較大吧 如果說不喔 你看我們可以這樣對 怎麼對呢 你看這裡第一個 接下來呢你就畫一個 一個L型 倒過來的L型 再畫一個倒過來的L型 再畫一個倒過來的L型 一直這樣畫到無窮無盡 你就可以把所有有理數通通數完一遍 好吧 可以理解嗎 第一個就一個點 再來是一個L型 小的 中的 更大的 啊 越來越大的L型 就這樣一直畫 那 這樣他就可以把所有有理數都對應到自然數 會重複 對 會重複 像你看這個對角線 1分之1 2分之2 3分之3 通通都是1嘛 那你不是數了3次 可是重複 那就代表自然數比有理數大啊 對不對 既然重複就是自然數比有理數大 對不對 可是自然數有比有理數大嗎 一定沒有啦 所以 他把自然數 照這樣看來自然數應該比有理數大 可是 你可以修改公式跳掉那些 這是一個辦法 其實你不修也沒關係 因為如果A小的等於B B小的等於A 那就只剩A等於B 對不對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他這樣子數可以數完 但是還有重複 代表N比Q大 自然數比有理數大 那最多是相等 那既然 這個條件已經成立了 那另外我們又知道 自然數其實又比有理數小 因為每一個自然數都是一個有理數 那兩個不可能我大於你你又大於我 但是中間只要加個小一等大一等就解決了 所以 所以 其實最後的狀況只剩 我們兩下等 對吧 所以 這樣又證明了 自然數跟有理數具有相同的基數 這樣OK嗎 所以這樣好像也是對 那 這樣的話你看自然數跟偶數跟整數跟有理數全部都一樣大 那問題就來了 那是不是所有無限大集合都一樣大 那 唐路爾說 對 其實他當時就是想證明這件事情 後來呢 發現不對 有一個東西 比自然數還要大 他說 十數的集合比自然數還要大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十數的集合比自然數的集合還要大 那路爾說 其實不用到整個十數的集合 只要0到1之間的十數集合就比自然數還要大 0到1之間的十數集合就會比自然數還要大 那方法一樣 你再用一對一對一去看這件事情 假如0到1之間的十數可以 你和自然數一對一對應 那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0到1之間的十數列成一個表 從1號2號3號4號十數一直列 而且沒有漏掉 沒有漏掉任何一個十數 列成一個表 所以就可以像這樣列 不管你列的規則是什麼 反正最後你一定會列出 1號十數 2號十數 3號十數 一直到 無窮多號十數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可以列得完 問題就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斜對角線上面 總是有一排數 而且這排數是固定的對不對 它就是0.51402350.00 我現在只要取一個數 它跟你不一樣 跟你在對角線上面的這一個數 每一個數字都不一樣 那你就沒有數到它 你這個表裡面就沒有列到它 為什麼 因為這後面是無窮無盡的 因為十數的後面小數點 它後面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既然這樣 我無窮無盡的都跟你不一樣 那你就沒有列到它 所以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表上面沒列的 例如說0.4039124 隨便 其實你只要在對角線上 都跟它不一樣就好 那你可以列很多 不只0.40 或者0.6251 3 4 6 一直列上去 都可以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數 是你漏掉 那 所以 不管你怎麼列 你永遠都會漏掉很多0到1之間的時數 所以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 是不可數無窮大 比自然數集合 比自然數集合更大 所謂的更大 所謂的更大應該是激素 更大 也就是說你一對一對應的時候 一定會漏掉 很多 所以既然自然數的集合叫做可數無窮大 那我們就可以說 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是不可數無窮大 unc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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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inement 那這樣的話 有沒有比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更大的集合呢 我們自然就會想 那0到100之間的時數集合不就比你大了嗎 對不對 或者是所有時數的集合應該也比你大了 康哥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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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0到100之間的時數集合沒有比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大 為什麼呢 我只要用一個函數fs等於100xs 對不對 它就可以把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對到0到100 而且一個都沒漏掉 所以 0到100之間的時數集合跟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一樣大 它們具有相同的技術 那這裡你會說 那所有時數集合總比你大了 沒有 你知道 像這樣的一個算式 它所做出來的圖 是從正無線大到負無線大 其實你不用這個 你用tangent也可以 tangent的圖也是長這樣 你任何一種這種圖 它只要是1對1的 那你都可以拿來把它 0到1之間的時數給映射到所有時數上面 而且是1對1 還記得counter是從哪裡開始的嗎 只要是1對1對硬 你就一樣大 你就具有同樣的技術 這是它的功力 你只要不否決掉這個功力 你就應該照著這個功力繼續一直推論下來 所以所有時數跟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一樣大 具有同樣的技術 好 那現在問你來說 那我如果有n為時數 比如說2為時數 或3為時數 或100為時數 那它是不是就比 比時數集合更大 也就比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更大 也就是說 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就是一條線 那可是我如果是一個局 一個正方形 它是在坐標0011之間的那個正方形 那這個時數集合有沒有比這條線的時數集合更大 它如果說是一樣大 為什麼 一樣 繼續一對一對一 我們怎麼對呢 你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裡面 隨便你點叫做AB 因為它是兩個多標 隨便一點叫做AB或SY都可以 隨便 那這個AB呢 它 如果寫成小數 那就0.A1 A2 A3 A4 這樣 一直下去 不求寫 寫法 B就0.B1 B2 B3 B4 這樣一直寫下去 那 我只要把這個數字交錯排列 變成0.A1 B1 A2 B2 A3 B3 那它就可以映射到 這線上面的一個點 而且有沒有漏掉 沒有 有沒有重複 沒有 那你要嚴格的挑出它有重複 是有可能有重複的 但是一樣 用剛剛的A小A2B A大A2B 你還是解掉這個問題 它其實是有重複的 誰會重複 0.4999999 跟0.500000 重複了 但是 這只代表 這個比這個還小 大的比小的還小 那 還是一樣 對不對 你絕對知道這個線比這個還要小 但是 你卻又發現說 這個又比它還要小 那我大於你 你又大於我 最後我們只能相等 好 所以 任意的AB之間的時數集合 都是一樣大的 任意維度的時數集合 也都是一樣大的 這個集合大小 我們剛剛給了它一個名字 叫不可數無限大 但是 不可數無限大 搞不好有很多種不可數無限大 我們現在稱這種不可數無限大 叫做連續孔 C 也就是0到1之間的時數集合的大小 我們叫做C 我們叫做C 這樣可以嗎 我們叫它C 這個C 其實 就是 比那個N0 原本有一個N0 N0就是 整數集合的大小 或自來數集合的大小 那個叫N0 那這個連續孔C 我們已經證明了 它比N0還要大 一對一對應的公理 開始推演的話 它比N0還要大 那 接下來就 問題就來了 那有沒有比 時數集合 也就是連續孔C 還要更大的集合呢 唐突爾 就發現 有 所有時數集合的子集合所形成的集合 比時數集合還要大 什麼叫做所有時數集合的子集合所形成的集合 這個 這樣看不容易看 我們先隨便看一個集合叫做A 這A假設只有三個東西 就是A B C 三個東西 那 它的所有子集合所形成的集合 那會是什麼呢 所有 這三個東西的 隨便抓幾個出來抽 所形成的那種集合 總共有幾個 八個 二的三次 你要嘛就選 選它 要嘛就不選 所以總共有三個 二的三次方中的可能性 八個 那三當然小於八 可是這是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那在無限的情況之下會怎樣呢 在無限的情況之下 自然數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抽 所以我可能會有一個 自然數的power set 它裡面你就可以說 所有幾數 所形成的 是一個集合 只有1 所形成的也是一個集合 只有2 也是一個集合 135 也是一個集合 那這種所有集合 把它收集起來變成一個集合 那個就叫做它的power set 那這個power set一定比它自己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剛若可以證明 怎麼證明呢 它的方法是這樣 你把A的元素列成一排 然後呢 你把power set A的元素也列成一排 這樣的話 你看 這個A對到集合C 這個B對到集合AB 這個C對到集合ADE 這個D對到空集合 E對到集合AEF F對到集合JK 就這樣子 一直 列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集合A 分成SY兩份 S呢 它是 對應到的集合 包含自己的那種集合 像B你看 B對應到的集合 是不是有B 所以 它是屬於X的 但是呢 Y是那種 對應到的集合 不包含自己的 所以只要不屬於S的 就屬於Y 也就是 Y就是A-X Y就是A和S的差距 那就這樣子喔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唐突爾說 那 假如 A和Powerset A兩個之間可以一對一對應的話 那就完了 怎樣完了 那 這裡 那個跟B 跟應該不是跟B 應該是跟Y 應該是跟Y 跟大Y 跟大Y 跟大Y匹配的集合 這Y對應到大Y 我寫B 寫錯了 跟大Y 大Y匹配的集合 的元素小Y呢 到底應不應該是Y的成員 這裡你會發現 羅素悖論又出現 跟大Y匹配的元素小Y 是不是應該Y的成員呢 這裡全部的B 你都改成Y 如果Y屬於大Y 那Y就不應該是大Y的元素 所以Y不應該屬於大Y 如果Y不屬於大Y 那Y就應該是大Y的元素 所以Y應該屬於大Y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矛盾 所以矛盾了 矛盾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原本有錯 原本如果集合論沒錯 但是卻在這裡有錯了 那唯一可能錯的事情 就是你的假設是錯的 也就是 A和PowerSet A可以一對一對應 這件事情是錯的 換句話說 就是 A和PowerSet A是無法一對一對應 那既然這樣的話 PowerSet PowerSet A就不可能比集合A小 因為 PowerSet A本來就不可能比A小 因為 A等於ABC 然後呢 你集合A集合B集合C 都在裡面 它一對一啦 所以不可能比A小 但是 PowerSet A又沒有辦法 跟它一對一對應 那 PowerSet A就只能比A更大 所以任何集合的PowerSet 都會比它自己更大 否則就會產生矛盾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從自來處開始 N0開始 然後呢 建構一個 它的PowerSet 然後叫做Pn0 再 透過 Pn0呢 Countour我猜測 Countour我猜測 這個Pn0就是連續頭C 但是它沒有辦法證明 後來它一輩子都想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它一輩子都沒做到 有沒有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它做不到的這件事情 跟歐式幾何兩千年 都沒有辦法證明平行公社 是一條定理 而不是一個公社 很像 所以 這是一個假設 但是這個假設 卻沒有辦法被證明 那不只它沒辦法證明 後面還有 大家會看到 從一對一對應這個很簡單的概念 它一直把它放到 不只放到有限集合 一直放到無窮集合 而且放到可數無窮集合 不可數無窮集合 不可數無窮集合 不可數無窮集合的語集 所以它可以建構出一個集合擴展鏈 集合擴展鏈無窮無盡 就是這個 但是它猜測 這個PN0就是C 這個叫做連續同的講說 你可不可以接受上面它的推分 其實這個 你說我不接受它也沒影響 為什麼呢 就好像原本我們在按歐式幾何的時候 明明過一點以外 就只能做一條菱形線 那你說我不接受你 是一樣的道理 數學家問的不是這件事情 他們厲害的數學家問的是說 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推論到什麼程度 它有沒有矛盾 它是一致的嗎 接下來它是完備的嗎 它如果一致又完備 那這個系統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好系統 它是一個好數學 我不需要你接不接受 數學跟人無關 你接不接受跟我這個數學沒有關係 好 那我很難接受 但是呢 我不得不承認它的推論 只要我們從一對一對應出發 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推論 把一對一對應 納為一個公理 代表說兩個集合一樣大 具有同樣的奇數 這基本上在 等於是用一對一對應來定義 奇數這件事情 我們說這個東西叫做奇數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比一個更大的奇數 對應到一個比一個更大的集合 那我們接不接受 其實跟這個算不算一個數學已經無關 因為只要它邏輯上面是一字 就夠了 還不需要完備 那如果它是完備 那當然更好 那這種一對一對應放在有限集合 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問題是放在無限集合 大部分的人都不能接受 可是問題是 平行光色把它反過來 大部分的人也都不能接受 但是它發展出了非歐幾何區 它發展出了雙區幾何 它發展出了零暗幾何 後來證明 在物理學上面超有用 那你接不接受 又有什麼影響 只要它有用就好 所以就變得很奇怪 數學明明是沒用的東西 到最後說 你接不接受 跟我們其實只要它有用就好 它沒用呢 沒用沒關係 反正只要它漂亮就好 它整個系統很完備很漂亮很優美 就行了 它就是數學 我不管你物理上面有沒有用 你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根本就不在數學考量 好 那康托爾這種做法 其實不只我沒辦法接受 當年康托爾同時代的數學家 也都很難接受 像是這個 克魯內可 他就跟康托爾 你說的東西通通都是垃圾啦 胡扯啊 什麼叫做無限大集合 但是如果你放棄了一對一對應 可以用在無限集合上面 那你到底要拿無限集合怎麼辦 你就不可能有一個無限集合的結合論 如果暫時放棄掉自己的堅持 暫時我們放棄掉這一個說 一對一對應不能用在無限集合上的這種堅持 或者是無限集合根本不存在的這種堅持 那我們可以發展出怎麼樣的數學 到最後你會發現在物理學和數學領域 一直不斷地反覆出現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牛頓在提出萬有引力的時候 他有沒有解釋說 到底萬有引力是個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萬有引力 沒有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接受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發展出了F等於MA 然後呢 地心引力R平方分支GMM這種東西 如果當初牛頓卡在那裡 就不會有牛頓力學 如果當初牛頓非得要追究到底萬有引力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現在恐怕所有的物理都不存在 所以 有時候這種堅持是 一大阻礙 非常大的阻礙 必須要把這種堅持 有時候必須要把它拿掉 當你拿掉之後 你會發現 哇!海破天空 就好像根號-1本來不存在 可是 如果我們承認根號-1存在 結果我們卻可以搞出圓周運動 可以對應到1的IS次方 所以 我們如果暫時放棄掉 一對一對應 不能用在無限集合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就可以搞出一個無限集合論 當我們搞出無限集合論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會用上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公理系統 是沒有矛盾的 或許哪一天他就用上 那康杜爾證明完 時數集合不可數之後 他的躁鬱症在1884年就發作了 那 克羅內克又一直說 你做的東西根本就是無成 那 這對康杜爾來講 他其實還蠻在意人家的看法 而且不只 因為躁鬱症也是有嚴重的遺傳傾向 那 所以 他其實 本身就具有這樣的基因 他會把座其實也是正常 但是 現在 現在 現在其實 各位 你知道 躁鬱症其實是 並不那麼可怕 但是 可怕的是 如果你有躁鬱症 但是你卻不承認自己有躁鬱症 這就可怕 為什麼 如果你有躁鬱症 你承認自己有躁鬱症 只要吃一種藥 只要吃一種藥 利服犬 常常就可以解決 那 而且 你只要吃一段時間之後 你 恢復到正常狀態 你停藥之後 他 不太容易再復發 那 會復發的原因 往往是 就好像他又碰到 很難突破的障礙 那這時候 他會知道 慢慢自己 自己那個 躁鬱症又開始出現的時候 再去找醫生 再吃 又可以回到正常狀態 所以 躁鬱症其實 並沒有那麼可怕 那 可是 可是 往往 我們就覺得說 OK 只要是所謂的精神疾病 都很可怕 其實 不是的 現在 雖然我們不知道 腦袋的運作是怎麼回事 但是 藥物的效力 已經幾乎都完全被證實 像利服犬這樣的藥 對照醫症有效 這種幾乎是已經完全證實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可以用 可是有很多藥 每一個人狀況不同的人 會用不同的藥 那 可是 可是 他確實有效 所以 康托爾的例子就是 他那時候可能沒有這種藥 而且 而且不只他 你知道 歷史上 有多少 所謂的 科學家 或者是 非常重要的人物 非常厲害的人物 他們 都有照醫症 反骨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不只這樣 歷史上 一大堆科學家 非常厲害的科學家 到底找一下 所以 有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為什麼 超醫症會有這麼多天長 還寫了書 1899年 康托爾他的兒子 倒是死掉 出意外 出意外 然後 他可能有點難過 然後 十幾年後 其實這也不一定 因為 有時候他發作 那時候又沒有藥 那 1904年 1907年 1911年 他都 進過精神病院 1918年 他 73歲 可以在進神病院死掉 可以 康托爾的無窮集合論 還有羅素的集合悖論 這些其實都是在討論無窮集合 那這種無窮集合的問題呢 結果 就導致說 後來 那些數學家 很努力的想辦法去避開這個東西 然後 就導致他們發展出公理化集合論 那公理化集合論 他其實接受無窮集合的概念 他 應該也接受一對一對應這種概念 可是 他會排除掉一些東西 那排除掉什麼呢 還用第九條的正規公理 去排除 排除掉 自己可以當自己集合的這件事情 自己可以當自己集合的元素的這件事情 所以 前面其實都還算正常 正常 一直到第九條 他真的故意就排除你 其實第十條是不需要加的 第十條的選擇公理一直都還有爭議 所以 ZF 就是 Germeral Flankel 這個集合論 叫ZF 那他是不包含選擇公理 他只有前面第九條 一到九條 那如果包含選擇公理第十條的話 就叫ZFC C Choice 所以 這是最常被使用的一套集合論公理系統 它全部 雖然這邊都是用文字寫的 但是它全部都可以寫成一階邏輯式 也就是說 對於所有S存在Y 然後 後面寫一大堆PS QS之類的這種東西 都可以寫成這種邏輯式 就像這樣 第九條 第九條的公理基本上 它寫成邏輯式 就是長這樣 對於所有A 存在S屬於A A不是空集合的話 那S交集A就是空集合 這一條 它可以導出兩個證明 一個證明是 不存在以自身為元素的集合 第二個是 沒有無限序列An 使得對於所有An Ai加1是Ai的元素 那基本上 這就是前面那一條在衍生的 那這樣它就避開了 康徒爾和果樹貝倫 所以它其實是加了一條公理 限制你不可以有什麼樣的集合 把那些集合通通排掉 然後 既然這樣 那些集合都不叫集合 那集合論裡面就沒有矛盾 我覺得這個 你這些數學家 好像只是在玩一套 一套什麼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就是 說我硬要讓我的系統一致 然後我就加公理把你排掉就好了 但是 不行嗎? 難道我們數學家這樣玩的遊戲不行嗎? 加上這一條公理 沒有價值嗎? 加上剛剛的正規公理 難道 難道 不好嗎? 不好嗎? 這個當然是有 有些人會有爭議 那這是數學家的解法 加上一條公理 把你的那些集合排除掉 所以沒有矛盾 也就是自己可以變成自己的元素的那種集合 全部排除掉 有沒有矛盾 除了集合背論那些 然後激素 然後一堆對應這些以外 康托爾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沒有解決的就是連續同假設 連續同假設是說 就是0到1之間的時數 它的基數叫做C 那這個假設是什麼呢? C基本上就是2的N0 也就是N0的 power set 跟它是一對一對應的 但是呢 康托爾沒辦法證明這件事情 沒辦法證明 實數跟2的N0是一對一對應的 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個東西在1900年的時候 希爾伯特的23個數學問題 它被列為第一個問題 而且希爾伯特講過一句名言說 沒有人可以把我們從康托爾所建築的樂園裡面驅逐出境 這代表希爾伯特完全接受康托爾的這種論證 他覺得這是一個名義的數學 但是很多數學家 像剛剛那個科羅內克 他就沒辦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他就卡在 從此就卡在這個外面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他限制了我們的視野 當你沒辦法接受 他就限制了你的視野 當你接受了他 你的視野就開過了 就好像 愛因斯坦在他 完成廣義相對論之後 他一輩子都在跟波爾爭吵 說 你們的那些量子力學 根本 就是機率式的力學 上帝是不完值骰值的 你量子力學 把機率搞進來是不對 到最後 樣子力學變得很重要 愛因斯坦卻在他後半生 沒有做什麼科學上的貢獻 因為他也被限制 所以康兔爾建構出這個東西之後 不是沒有後續 還有後續 後續是什麼呢 1940年的時候 戈德爾 戈德爾我們應該有提到過 戈德爾不完備定理 戈德爾不完備定理 戈德爾他用結合論公理 他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用結合論公理 這時候的公理是哪一套呢 就是ZF那一套 剛剛我們看到ZF那一套 他證明用ZF這一套結合論公理 他無法反證連續同假設是錯 戈德爾很擅長這種事情 他證明你證明不當 我可以證明你沒辦法證明 戈德爾非常會用證明別人沒辦法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不完備定理也是一樣 我證明包含加減成縮的那種一階邏輯 裡面會有一個真的事情 是你沒辦法證明的 同樣的事情他完了一次放在結合論公理上面 他證明了結合論公理 沒辦法證明連續同假設是錯的 但是這樣他只做了一半 為什麼 那結合論公理沒有辦法證明連續同假設是錯的 那他有沒有辦法證明連續同假設是對的 1963年的時候 柯恩證明了結合論公理 也沒有辦法證明連續同假設是對的 講錯和對兩邊 統統都沒有辦法證明 代表什麼 代表說 集合論公理跟連續同假設基本上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你把連續同假設加進去集合論裡面 他會發展出一種叫做連續同假設集合論 也就是說連續同集合論 那如果今天把連續同假設反過來 也就是連續同假設是什麼 就是C跟2的N0次方的那個集合是一樣的 你知道 十數集合跟自然數集合的power set是一對一對應的 這件事情是沒辦法被證明 也沒有辦法被否證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可以一對一對應加進去的話 它會形成一個連續同集合論 如果我把這件事情反過來不能一對一對應加進去 它也可以形成一個非連續同集合論 兩者都不會產生矛盾 那你就可以把集合論再繼續分化 就好像原本的歐式集合分化出來 變成歐式集合和非歐集合 非歐集合裡面又可以再繼續分化 變成球面集合和雙曲集合之類的 是一樣的 所以集合論還沒發展完整 它還有很大的空間 只是你繼續發展下去 它可以做什麼我們不知道 可是它是可以一直繼續發展下去的 那這些數學問題 如果你應該不會 我相信班上應該很少人會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但是如果你真的對它很有興趣 你要很小心一件事情 因為這種東西很容易讓你走火路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這種東西 你真的一直在思考這種東西 那你得確定一下你有沒有躁鬱症基因之類的 因為這種東西你一直想一直想 很容易走火路 這件事情我不是只開玩笑 是真的會 是真的會 你知道 康兔爾 哥德爾和圖林 這三個人最後都怎麼樣 圖林各位你們都知道 他們其實都用了對角正 對不對 而且做出非常驚人的貢獻 現在有圖林獎 好像也有哥德爾獎 那康兔爾獎有沒有 不知道 反正他們幾乎都不是得獎人 他們是用他的名字做了一個獎 代表這些都是偉人 數學上的偉人 數學上的巨人 康兔爾他把實數不可數 跟無限集合擴展領弄出來 哥德爾把完備定理和不完備定理弄出來 不完備定理是靠對角正法證 圖林的停止問題不可解 也是靠對角正法 只是他的對角正法的寫法不一樣 最後都是產生了一個矛盾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可能的 他們三個人都做出這些貢獻 而且非常重要的貢獻之後 康兔爾因躁鬱症死在精神病院 哥德爾後來因為精神問題 他覺得有人要害他 所以他拒絕吃任何東西 在他老婆死掉之後 他沒有辦法接受任何人給他任何東西吃 最後他餓死了 圖林是因為他同性戀 但是同性戀之後 因為他是同性戀朋友 偷了他的東西 結果他報警 結果導致他同性戀的事情被公開 公開之後 那時候英國有基尖法 所以就強制他要兩件事情 要嘛你進去關 就是被關起來 要嘛你要接受化學治療 所謂化學治療就是化學閹割 就是當你吃了化學藥品之後 你從此性能力完全上司 那後來圖林選擇了接受化學治療 他吃了那個藥品 但是這就導致他之後可能會滿痛苦的 那後來有一次人家發現他死掉 死掉的原因是他不小心把氫化物 有氫化物在表面的蘋果給吃了 吃了一口 然後就死掉 氫化物是劇毒 那所以他吃了氫化物 蘋果咬了一口死掉 後來有人說 賈伯斯的蘋果之所以缺一口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要紀念圖林 但是賈伯斯說 這個不是那個原因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圖林的事情 所以這些數學上的巨人 常常都非常 不只他們 還有很多 你要不要當這種偉人 而且你要不要來研究一下對角正法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講 康托爾的故事 要好吃一點 就休息一下吧